哈囉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部落戰的精彩進攻 這一場部落戰我們拿下了久違的滿心 今天來錄一下上半場 也就是一些9.5本的進攻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場 是由肖邦他所帶來的天女石珠流 這個9.5本的陣型雖然對方有一些防禦等級還不高 但是他已經有三座X弩了 肖邦他是直接在12點的外側下了一隻蒼蠅 幫忙斷掉12點的這座兵營之後 在11點的地方會下出天女 要讓我們的天女一路往9點的方向前進 那當然對方的火箭擺放在陣型的裡面 所以是完全打不到我們的天使的 對方的蠻王早上門來 但是因為他的等級還不高 所以在這裡有我們的天女不需要開技能 也不用嚇狂暴就可以直接解決掉他 解決掉了對方的蠻王之後 女王現在一路繼續往9點的方向前進 那在6點的外側 肖邦已經開始下弓箭手 幫忙從6點的這一邊來斷邊了 然後從7點外側這邊下出了蠻王 後面跟上了法師幫忙清邊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6點外側 一直到9點的邊都清得非常的乾淨了 然後現在在8點的地方下了一顆石頭 準備要在這邊開牆 讓我們的蠻王跟石頭 都往陣型的裡面跳進去 對方的龍球援軍被引了出來 在這邊下了雙毒 然後我們的天女即時趕上來 配合雙毒來解決對方的援軍 這邊下了一罐跳跳法術 下的非常的精準 7格的距離讓我們的石頭 可以直接跳往對方陣型的核心 現在我們的女王跟在石頭後面 即將要殺掉對方的女王 然後去爆本了 在6點的地方有幾隻走歪的藍胖 這邊的藍胖不能浪費 所以小邦直接從外側點放了野豬部隊進來 趕快清掉這邊的法師塔 讓後面的藍胖可以提早開始收尾 然後野豬就開始逆時針的點放進來 在靠近對方法師塔的地方 先丟了第一罐的補血法術 手上還剩下最後一罐補血 繼續的逆時針從外側點放小批小批的野豬部隊進來 最後野豬部隊聚集了之後 在這邊丟下最後一罐補血法術 丟在這個很有可能藏有大炸彈的位置 保護我們的野豬 果然這邊是有炸彈的 現在野豬的血量是健康的 對方已經只剩下一座加弄砲 跟最後的這座X弩了 野豬剩下的數量還蠻多的 收尾是不會有問題 女王活了下來 連技能都還不用開 就可以拿下這個陣型 好 非常漂亮 天女十足流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的進攻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凱文的這場進攻 他對上的也是一個有三座X弩的9.5本 凱文他現在7點外側下了天女 這邊有用一顆黑球幫忙先探一下空中陷阱 然後在6點外側的地方下了一隻寶寶龍 要讓這隻寶寶龍幫忙清掉靠近5、6點外側的這些建築物 凱文帶的部隊配置是除了天女以外 還有皮卡藍胖女巫的推進組合 現在在靠近5點外側的這座寶寶龍 在我們的女王幫忙打掉6點這邊的箭塔之後 這邊出現了非常大的一個防空盲區 這個火箭是直接打不到我們的寶寶龍的 所以寶寶龍可以幫忙清掉靠近5、6點外側所有的建築物 現在對方的援軍被引了出來 在這邊已經開牆讓我們的女王準備走進去了 下了雙毒來處理對方的龍球援軍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再下了一關狂暴 其實這個狂暴應該是可以不用下的 這個雙毒下得非常好 應該不用狂暴就可以解決掉對方的援軍了 接著呢在9點的地方直接下出了天污部隊 要讓天污部隊是從9點的地方一路往12點的方向前進 並且在靠近天女的這一側下了一關跳跳法術 現在準備從8點的外側這邊 下出我們的蠻王皮卡跟藍胖來推進了 現在天女跳了過來準備要打掉第二座火箭 那這樣子一來對方剩下來的最後兩座火箭 離我們都很遠 這樣子我們的天污部隊應該可以很安全的 一路滑到靠近12點的地方 還可以解決掉對方的蠻王 現在在陣型中間的地方下了狂暴法術 讓我們的推進部隊快速的自己砍牆進去 然後秒掉對方核心的所有防禦建築 包括電塔還有XNU 我們的天女則是因為跟主部隊會合了 所以天使現在換手跑去補皮卡 哇這天使真的是太聰明了 皮卡現在正在砍牆 所以非常需要天使的保護 等到我們的皮卡自己破牆了之後 我們的女王也跟上來了 女王開了技能打掉對方的最後一座火箭 保護我們的天使 然後我們的天使又再換手回去補我們的女王了 哇這天使真的是太聰明了 好我們的天污部隊呢 現在一路走到了大約12點外側的這個地方 看起來也是不會有太大的威脅 因為這邊都只是一些單體的防禦建築 那現在我們的皮卡自己要砍牆出來 收掉靠近兩三點外側的這些建築物之後 應該就是沒有問題可以拿下這場三星了 真的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用的是天女加上天污 以及皮卡藍胖推進的組合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的進攻 好最後一場我們來看一下Niko的進攻 他對上的一樣是一個9.5本 已經有三座X弩 而且對方的防禦等級看起來都不低 他帶的部隊配置是天女狗球 他現在靠近四五點的外側下出了天女 這邊有對方血量非常高的黑水庫還有金庫 必須要先處理掉 然後他在旁邊下了法師 幫忙先收掉旁邊的訓練營 這樣子我們的天女才不會往三點的方向滑過去 天女在這邊直接被對方的多個單體防禦建築給黏上了 所以血量現在非常的低 必須要開技能才有辦法保住他 接下來我們的天女順利的往六點的方向前進了 那Niko他就在靠近七點外側的地方下了蠻王 然後後面跟上了法師幫忙清邊 對方的女王也即將要打到我們的女王了 所以在這邊必須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的女王技能已經用掉了 好這邊下一關狂暴法術來幫助我們的女王解決掉他 那我們的蠻王在這裡開了技能 準備要一路把靠近七八點外側的建築都清乾淨 現在在這裡開牆讓我們的女王走進去 而且已經打掉了對方的第一座防空火箭 現在將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是龍球 在這裡直接下了雙毒就可以讓我們的天女處理掉他們 看起來這個天女路線的規劃應該頂多就只能打掉一座防空火箭了 所以現在在我們的女王處理掉對方的援軍之後 頂多可以再幫忙多打掉一座X母 那我們的狗球部隊就準備要開始進場了 在我們的女王黏到對方X母的時候 我們的狗球部隊開始進場 第一隻狗是從四點的外側下進來 第二隻狗是從大約兩點外側的地方下進來 後面都跟上了點方的黑球 趕快優先處理掉對方的法師塔 所以加速法術就是丟在靠近對方法師塔的這個位置 讓我們的黑球趕快秒掉對方的法師塔 最後一隻狗現在從靠近十一點的外側下進來 後面一樣是有跟上黑球平和加速法術 來處理掉比較靠外的法師塔 這樣子一來對方就會只剩下最後一座僅存的法師塔 對我們的巨堆黑球有威脅了 但是這座八點內側的法師塔 現在也會被我們的女王打掉 女王一旦將他打掉的話 我們的巨堆黑球就沒有威脅了 可以留下來幫忙收尾了 我們一共帶了三隻狗 最後這三隻狗通通都有爆開來幫忙收尾啊 所以算是進行了非常順利的一場天女狗球 最後剩下的黑球跟火狗滿場到處飛 來幫忙收尾 這樣是不會有問題的 我們的女王還活得下來 非常漂亮的一場9.5本的天女狗球三星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部落戰精彩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的部落現在一個禮拜打兩次部落戰 如果你也是對COC與部落戰有熱情的玩家 歡迎八本以上的活躍玩家們 可以加入我們一起並肩作戰一起同樂 現在申請加入我們部落必須要輸入通關密語喔 通關密語請查看我們的部落網頁 我們下次見 掰掰